我有一位个案是一个音乐家 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淤酒 有些人会觉得 喝酒不是会令人更加有创作力吗? 很多艺术家都很喜欢喝酒 但是个案就跟我说 他说他一点都不享受喝酒 喝酒只是帮助他逃避他内在的一些感觉 其实我们发现 所有的成瘾状况都是一种止痛剂 是帮助我们离开生命之中 一些深刻的严重的痛楚 我就会问 究竟他生命之中有些什么 令到他那么痛苦呢? 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梦境 他说他一直去买车票 一直去买机票 他很想回去一个地方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但一直都买不到 一直都回不了去 他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我就问他 咦?有什么地方 你是很眷戀? 有什么地方 你在那里曾经有过一些很深刻的感觉? 他就说 他以前在北安那里住的 那里就有一个伴侣 当年他决定要回来香港 所以他要离开伴侣 离开这个地方 在他在机场的时候 他跟自己说 不要看回头 不要看回头 当他进去机场 当他过了海关之后 他忍不住看回头 他不停地在那里爆哭 他有一种的感觉 就是好像说 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这个地方 我会失去我的一切 这个的感觉 就好像一种的预知 的而且确 他从此 就没有再回到这个地方 他和他心爱的伴侣 亦都因此而分开了 这个的创伤 对他来说 造成一种极大的伤害 甚至乎在他音乐的路上 亦都成为一种的障碍 所以透过梦境 我们会见到一个人 究竟他内心深处 有些什么 是出现了状况呢 有些什么是令到他痛苦呢 有些什么是令到他要去逃避 甚至乎 没有办法磨灭的伤痛呢 当然了 透过一些的治疗之后 他瘀走的状况 已经大大地减低 他甚至乎明白到 其实当年 那个在机场的直觉 就是他命运的一种语言 我们在很多的时刻 都会有一些忽然而至的 一些的感觉 好像 说了给我听 我之后 我的生命就会是怎么样 只要我们愿意去接纳 我们愿意去正视 这个经验背后 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的课题 我们需要学习些什么 又或者是带给我们 什么的礼物 究竟是为了帮我些什么呢 因为当这位个案回到香港之后 他就找到一份非常非常好的工 可以在事业上面 在他音乐他的梦想上面 帮助他非常之大 你呢 在你生命里面 又有没有遇过什么的直觉 好像判断了你的将来 欢迎你和我分享 我是安静 希望这段视频可以帮得到你 找出痛点 正宗疗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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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